大家好,我是邱山季 今天教大家做长辈最爱的中式酥皮点心 中式点心一般都是用猪油 所以我们先来熬点板油 这个应该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我就不再赘述了 这个炸出来的油渣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首先来制作馅料 每25颗豆沙包住一个生鲜蛋黄 上述材料加入厨师机或手揉出手套膜 油酥材料手抓匀即可,依然是24个的量 我顺便把紫薯螺旋油酥也做了 油酥油皮分别分成24份 全过程需要保鲜膜盖住 一个油皮煲一个油酥 煲完醒发15分钟 面团擀成牛舌状卷起 继续醒发一次 再次擀成牛舌状 醒发 取个卷卷,中间摁进去 两边收回 擀皮 包住一个豆沙蛋黄馅 收口向下摆放,刷蛋液撒芝麻 开口酥包法一样,只不过多了化十字的步骤 里面硬容馅的配方我放到视频最后 开口酥放上层有助于早期开酥 165度 30分钟 螺旋酥的油皮油酥 则需要各分12份 操作依然是两次牛舌卷 不同的是二次卷醒发后 需要切开 刀子一定要锋利 切面朝下按扁 擀皮包豆沙蛋黄 转过来整理一下纹路 桃花酥前面的步骤和蛋黄酥一样 到包好馅这一步骤之后 用手按扁 刀化成五等分 然后捏成花朵 画出叶儿 刷蛋黄叶,撒芝麻 同样165度,30分钟 开口酥也可以刷点蛋黄叶 这种小点心是家里老人很喜欢的 中秋也快到了 送人也很不错 我准备送给帮助过我的当亲们 在山里的日子 有泡我没菜吃送菜的 帮我找车拉木头的 帮拉水泥的 送菜鸭,花鸭,大山杏的 每一份送出手的东西 都承载着我们所谓对方的关心 一份份你来我往的情意 慢慢的连起每个人最柔软的内心 如此的密不可生 如此充盈满食 今后介绍一下绿豆沙和银龙的做法 绿豆热水泡12小时期间 换水三次去除豆腥味 上锅蒸一个小时 我用的是脱皮绿豆 普通绿豆的桶里 蒸好用手碾碎 留一些颗粒 不粘锅融化黄油 并加入玉米油 豆沙倒进去拌匀 拌匀后加入砂糖麦芽糖 小火炒到爆团即可 烟融下比较简单 黄油融化后加入剩下所有的材料 爆团后冷藏到微硬 再取出分份即可 变成熟 一切就是这样的色彩 对比较好的 放松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